出海清水湾 品味惬意的海边慢生活 只有出到海面上 你才能感受它真正的美 漫步呆呆倒 这边太舒服了 走进东郊椰林 品尝新鲜椰子 感受椰峰海韵 这个甜度也提高了 是非常浓郁的椰子的味道 蓬莱阁里最八仙 登海上仙阁 游人间仙境 从宋朝由海事圣龙 登州海事的名字以来 这个地方也是是 中国出现海事最多的地方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 《我家那片海》 碧海蓝天 风光如画 正在播出 浩瀚辽阔的海洋 总是带给人们无尽的向往 也孕育塑造了 难以计数的如画风光 中国漫长曲折的海岸线上 分布着数不尽的美丽海湾 位于海南岛东南部的 林水梨族自治县 由于在57公里长的海岸线上 汇聚了清水湾 香水湾等多个美丽的海湾 如同遗传珍珠蜿蜒蜒排列 林水便有了珍珠海岸的美誉 在以海水清澈而著称的清水湾 不仅有长达十几公里的美丽沙滩 还有一座国际游艇小镇 在游艇码头观景台 可以俯瞰清水湾 蓝天碧海的美丽风光 我们现在走上来以后 我觉得这个风景 真的是非常的漂亮 尤其是这种碧海蓝天下 我们站在上面再看看 下面的这些搜搜游艇 白色的加蓝色的 感觉星矿神仪 特别特别的清爽 就立马把我们现在夏日 这种酷暑的感觉 削了一半下去 现在我们这个维度非常好 我们的维度是正好处于一个 北约十八线的维度 就是我们现在直面的这个方向 是吗 对 是个方向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了 眼前的这一片大海的景观 就是最美维度线上的景色 是的 没错 清水湾还欲开阔 海水清澈 得听读后的自然条件 一是这里拥有开展休闲旅游 和各类水上运动的理想条件 离开观景台 我们来到码头 上官宾带我们乘坐帆船出海 我们登上甲板 帆船缓缓适宜不畏 向港口外的大海进发 我们现在开始 应该就是正式使用大海了 对 就出了我们这个港口了 对 那现在呢 你可以看到外面的浪 真的是比我们刚才在里面的时候 避风港的时候要大很多 对 这种一个个小浪花 就开始已经打起来 像这种浪 基本上是到什么程度 这个算初级浪 这个 这个 泛起这个白头 这个浪 那差不多是在 一米 一米到一米五左右 因为我现在感受这个浪 你别看就是小小浪 我们就是坐在这里 但是真的感觉 你的心情是随着这个浪在动的 然后 然后我觉得你看 再看到远处 它的海 我们近距离的海 是这种青绿色的 再往远处看 是这种蓝色 对 深蓝色 它是有这种颜色的反差 所以我们在可能进海的时候 根本感受不到 只有出到海面上 你才能感受它真正的美 从海面上欣赏清水湾 别有一番景致 平缓洁白的沙滩 硬沉着蓝色的大海 伸向远方 我们的帆船迎风破浪 继续前行 这条是我们的训练船 他们现在正在做 游艇驾照的考前备考 这个是属于一个 帆船考试的一个范围 听上官邸说 游艇小镇常年开设 游艇帆船驾驶培训课程 学员经过12天的学习 通过考核 就具备了驾驶帆船的资质如 这种船的船速是非常快的 它在比赛过程中 能考到10节以上 10节以上的船速 它马上要换船了 他们这边已经感觉 已经45度了 是 它这个一旦换船完以后 它所有的侧倾 是由船的动力来决定的 应该这么说吧 它马上要做一个转向 因为转向是抓风的一个过程 就是说我们发现 这边的风比较好 我们可能要马上做个转向 去抓这个风 那么直到接到这个风以后 我们的船速就会继续往远走 现代帆船运动兴起于欧洲 1896年被正式列为 奥运会比赛项目 而比赛运船 通常是这种小而轻的单体帆船 通过帆船运动 人们不但能感受 驰骋大海的乐趣 更能培养和塑造 勇于挑战的精神 除了美丽的清水湾 在临水的南湾半岛上 还有这一片保持着 人生海风貌的海滩 名叫呆呆岛 是很多游客非常喜欢的旅游地 我们在当地向导 吴天恒和杨家家的陪众下 来到南湾码头 登船前往呆呆岛 呆呆岛 这个名字就是说 让我们去发呆的意思吗 应该是让我们去放松 然后让我们的想法停止下来 然后休息的一个地方 我们从码头乘船几分钟 就到了对岸 下船后 还有乘坐景区观光车 南湾半岛三面环海 面积大约10平方公里 岛上动植物种类丰富 森林覆盖率达到95% 生态资源极为丰富 观光车行驶在银海公路上 穿过一片密林 眼前豁然开朗 美丽的大海呈现在眼前 秀美的双海风光 不由于让我们停车驻足 看这片海是不是特别地漂亮 而且我们一下来 感觉阳光一下就照到我们脸上 像在迎接我们一样 你看我们下车以后 听着这种海浪拍打着礁石 这种声音 一下让人感觉心胸特别开阔 有没有这种感受 是的 那现在呢 其实这种波涛汹涌 包括这种很原生态 原始的这种感觉的地方 不多了已经 去到前面看的颜色也会不一样 颜色也会有不同 就是每一片海滩 其实来到这里 都让我感觉它有不同的气质 是不是 海浪拍打着岸边的海浪拍打着岸边的礁石仿佛在欢迎我们的到来 那边很像是我们的滨海公路对不对 这种感觉就到了终点 这里就是呆呆岛 穿过一片夜岭 眼前出现一片绝美的海滩 在蓝天大海的映尘下显得原始而静谧 呆呆岛的特别之处就是安静 很多人喜欢来到这里 伴着海风 听着海浪的声音静静发呆 因此这里便有了呆呆岛的名字 你看这边吧 就让人觉得没有那么喧闹 因为来到海边 有时候是为了玩一些体验的项目 其实更多的时候 我觉得就是大家在城市中可能累了 是吧 工作时间太匆忙了 在这里面来静静地去感受一下 最轻松的这种状态 而且这片海跟三亚的海 有一个特别大的区别 就是你看三亚我们去都是人满为患 这边太舒服了 就感觉我们成包了 海南环岛沿线美丽的海滩难以计数 但像呆呆岛这样 纯净自然的海滩却为数不多 这也让呆呆岛成为很多 涉眼爱好者的向往之地 半月形的沙滩 在大海的映尘下显得洁白明亮 走在上面是非松软 远处的海浪拍打着沙滩放弃白色的花 岸边的夜林随风摇曳 这幅美景令人陶醉 呆呆岛也是摄影圣地 洁白的沙滩上还有很多人工造型 我们的记者和两位向导 也被这笔的美景所打动 不停地取景拍照 这边其实我觉得主要就是大家拍摄婚纱照 然后还有个人我们可能自己过来来拍照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首选地 对 很多女生都特别喜欢这个地方 呆呆岛美得自然而纯粹 随手一拍就是优美的照片 阳光 海浪 沙滩 耶林 不仅色彩丰富令人充满想象 也为我们的女途增添了几分荡物色彩 静静地坐在沙滩上 仿佛是在倾听大海讲述着一个美丽的传说 我觉得呆呆岛就像它的名字一样 就是让大家可以发发呆 静静地在这里面去享受一下 就是此时此刻的这种宁静的感觉 我们现在就是可以面朝大海 然后一起发发呆 这感觉很沉静 坐在耶林里海风阵阵吹来 静静地望着眼前蔚蓝的大海 耳边是海浪拍暗的声音 令人内心充满轻松和惬意 收获一份久违的舒心与释然 或许这就是呆呆岛带给人们最好的馈赠 位于海南岛西北部的长江离祖自决线 西林北部湾 东街霸王岭 在当地齐子湾的大角至小角一带 由于这里地势较高 且面向西方 因而也称为光看海上日落的好地方 这支架在这儿支了好长时间了 对 断开延时 日落延时 你们是从哪里过来的 从四川过来的 第几次过来这是 第一次 第一次 头一回 我们看看你这是已经拍了多长时间了 之前被卡断了一下 这个是拍了六分多 前天的时候在那个地方 我拍了一个小时合成27秒 还蛮好看的 每一天都在这守着它 每一天都不一样 有什么变化呢 就是前天的时候有云 但是在那个海平线的时候 太阳是出来了的 就那个很难说 然后昨天是大概到那个位置 到海平线以下那一块就没有出来了 全都是云 所以这三天的等待是非常值得的 西阳西下 阳光一改正午的灼热 柔软和絮地洒向海面与山沿 无论是在高处的楼台上 还是在海岸的沙滩边 都站满了观赏日落的人们 大部分人都架起相机 记录下这西海日落的奇景 我们又看到了之前聊过天的全灵 它向我们展示前一天拍摄的日落 这一天云层还是挺厚的 对 这一块是被遮住了 但是在那天运气很好 对 哇 又露出来了 对 所以一定要等到最后一刻 才会有惊喜的 对 太美了 我觉得这种岩石拍摄很好 就是又不影响记录 又可以一个人静静地在这看落日 对 刚刚很花时间 对 那你刚刚拍的那个时候 包括你这两天 每天在拍落日的时候 你边看他你在想什么呢 有自由 有风吹 有那个船 就感觉时间都给拉长拉慢了 由于地理环境原因 中国大部分海岸都面朝东方的太平洋 很少有像齐四湾这样面朝西方 可以看到海上日落的海岸 西洋雨灰慢慢洒落 铺满海面浸染天空 人们纷纷记录着眼前的美景 把这如画的风光珍藏在心中 走进东郊椰林 品尝新鲜椰子 感受椰风海韵 这个甜度也提高了 是非常浓郁的椰子的味道 蓬莱阁里最八仙 登海上仙阁 游人间仙境 从宋朝 由海市神楼 登州海市的名字以来 这个地方 一直是中国出现海市最多的地方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 我家那片海 碧海蓝天 风光如画 正在播出 阳光明媚 夜风海韵 正是海南在很多人心中 最为深刻的印象 位于海南岛东北部的文昌 东南北三缅临海 拥有289.82公里海岸线 是海南省海岸线最长的城市 因为当地高温多余 日照充足 特别适合椰子生长 因而这里也是 椰林最密集的地方 我们现在来到了椰林湾 为什么叫椰林湾呢 因为这里是全中国椰树 最密集的地方 现在我们身后 椰树成片 中国有90%以上的椰树 在海南 而海南有一半的椰树 在文昌 这里就是文昌的东郊椰林 在这个地方 椰树成片 椰子百态 所以也有椰乡的别称 不过说到我们对于 椰树的印象可能只停留在 它好喝的椰汁和好吃的椰肉上 关于椰树的很多知识 我们并不了解 那么这一次 就让我们先一起走进 这美丽的东郊椰林 东郊椰林 位于文昌市东郊镇的海滨半岛 在绵延十里的建华山海岸线上 聪粹的椰林 组成一条一望无际的林带 成为一道绿于盎然的海岸风光 这里椰树品种丰富 有红椰 青椰 高椰 水椰等不同品种 共计一百多万柱 我们在向导黄礼寺的带领下 深入到了椰林之中 一走进椰林之后 确实就凉快了很多 这就能够让我们直观地感受到 这里椰子树种的密度是挺高的 我有一个好奇的问题 就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椰林 是自然生长的 还是人工种植的 各有一半 人工也种 有一些是自己掉下来 就在树桩旁边也长了小树 有些你看那些小树 有一些不是人工种的 就是它掉在这里 竟然也长起来 文昌呢 目前最多的品种就是这种青椰 那在这个椰林里 您现在看到的就只有这一种青椰吗 对对 基本上一种 黄利斯介绍说 东郊椰林的主要椰种为青椰 最早产自东南亚 早在两千多年前的汉代 中国就已经开始种植 经过漫长的自然选择 青椰成为了最能适应 海南气候环境的椰树树中 具有抗台风 抗寒 耐盐浅等特性 椰子树它喜欢有点咸海水 咸水全部淡水它不行 它喜欢有点盐分的水 所以这个海边最适合它 今年一株椰子树可以结果 多的是一百多个 少的也有四五十个 平均就是六十到八十个 一株椰子树 海南东部沿岸是台风 经常登陆的地区 但这并不影响海南本地青椰的生长 它的树干高达十几米甚至二十米 即使遭遇强台风的席卷 也只会倾斜并不会倒下 一棵普通的椰树 可能承载着极代人儿时的记忆 很多文昌人从小都是伴随着 家门口的椰树一起长大的 上树摘椰子 也是它们必备的技能之一 不知不觉中我们来到了 皇帝私下的叶林 热情的它要上树 给我们摘个椰子品尝一下 摘椰子不是在底下摘 还要爬到那个树叶上面去 您说这个您就很容易爬上去了是吗 这个可以爬给你摘 给你看一下 这个就好好演示一些了 哇 这个是到树顶之后 扒着这个大片的叶子 这个伸手太厉害了 三五秒就上去 摘一个好好好 拧下来了 这个叶子说实话我们 哎好 您放 获得一个文章的叶子 没想到来到东郊叶林 第一个叶子是黄老师亲手拆给我的 小心小心小心 其实我刚才很大的感受就是 这个叶片啊 我们在地面上看之后 松松的感觉没什么力 刚才您坐在它上面 对啊 它都能支撑住 很坚实的 好 把它打开 先把它这个尾部的头切掉 哇 到了 椰汁已经出来了 刚才这个椰汁的饱满程度 能够从下面这个椰汁喷射的这个曲线感受到 你快尝一下了 我来尝一下 这个音效应该很吸引人吧 很好喝 这是最新鲜的椰汁 它没有很甜 就是非常清甜的那个感觉 对 就喝完了之后 嘴里有一股椰子的淡淡清香 海南人习惯在家附近 种下有象征意的椰子树 新婚夫妻会在结婚前 种下两颗夫妻椰 待到孩子满月 再种下子女椰 每逢重大节日 都会种下各种象征意的椰树 这种风俗 千百年来世代相传 为了进一步提升椰子的经济价值 早在1979年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 就在东郊椰林设立了试验站 对椰子进行40多年的系统研究 一直以来 研究所的专家们 都期望能够找到一种产量高 品质好的椰树树中 这是一个育苗基地 对 现在我们这个段全都是香水椰子 这个品种原来我们是从泰国 原产地引过来的 目前来说是作为水果型的椰子 进行培育 怎么说呢 就是说它的椰子水 好喝 常容量比较高 目前在我们研究的椰子 所有的椰子品种里面 是最高的 俗话说就是比较甜 水甜 然后还略带一股香味 所以我们也给它一个名字 就叫香水椰子 它的品种名称是文椰四号 文椰四号 是中国热带农科员椰子研究所 经过悬育后 开始培育的新品种之一 它具有植株癌 结果枣 产量高等特点 种植三年就开始结果 进入稳定期后 平均每棵能结100至120个椰子 是目前研究所 重点培育的椰树新种之一 未来有潜力在海南广泛种植 除了文椰四号之外 椰子研究所 同时还培育了 另外两个新品种 文椰二号和文椰三号 跟着张军教授 我们一起品尝了 这三种不同品种的椰子 张教授已经为我们准备好了 选出来的三个 比较有代表性的品种 文椰二 三 四号 这三个您肯定都品尝过了 您先不要告诉我 好吧 我品尝一下 看大家公认的 最好喝的是哪一款 文椰二号来品尝一下 就光这一颗来讲 比我上午在黄老师家喝的 就要甜了一些 甜了一些 就是它这个汁水要厚一些感觉 但是味道就还是椰子水的味道 这是三号 应该是更甜了 还更甜 它更有味儿的感觉 这个这是文椰四号 四号 这个我端起来 闻到就不一样了 味道就不一样了 真的特别明显 我刚才这两个 是没有明显的椰香味的 就一端过来 这是我自己品尝出来的 是有这个区别吧 有 哇 是不是很甜 这个和前两个 完全是另外一个口感了 对对对 它就像饮料了 就像饮料了 对之前我喝的就是很解渴的椰子水 它是有淡淡的椰香的 而这个是有非常浓郁的椰香 这个甜度也提高了 是非常浓郁的椰子的味道 所以我们说这个文椰四号口感是最好的 并且还给它一个通俗名叫香水椰子 这就是香水椰子 所以它是现在我们试验之后 口感品质最好的 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品种 遍布海岛的椰树 因为科研工作者的努力 果实越来越多 椰子的味道变得更加香甜浓郁 人们对海南的一丰海韵 也会怀有更多美好的期待 距离广西北海市东南方向 约24海里的北部湾海域中 坐落着一座25平方公里的海岛 这就是中国地质年龄 最年轻的火山岛维州岛 它也是经常出现在 媒体推荐清单上的 最佳旅游目的地之一 一上维州岛 我们就看到了帆船 快艇 碧蓝的海水 洁白的沙滩 还有我们现在走过的 弯弯曲曲非常漂亮的沿海公路 让我们感觉现在维州岛上 既风景宜人又生活惬意 我们走过这一片海滩 好像看上去没什么特别的 但是维州岛曾经的火山口 就在这里了 一次次的喷发 将地底的物质带到地表 一次次铺就形成了 今天我们看到的维州岛 所以维州岛既是我们 感受海洋 亲近海洋的一个好去处 同时它又是一座 天然的地质博物馆 是不是对我们维州岛的形成 非常的期待 那就让我们一起 慢慢了解这座岛屿 维州岛是中国海岛线上的 一座特殊的岛屿 由于最近一次喷发 距今只有约三万年 所以维州岛也被认定为 中国地质年龄最年轻的火山岛 曾经的火山口南湾 如今已经是维州岛最繁缓的地方之一 码头上酒馆 饭馆 商店 租车点应有信用 这里是小岛慢生活的其中地 维州岛上大约有1.8万人口 基本都是客家人 很多人的房子都是就地取材 由珊瑚石砌成 珊瑚石房见证着维州岛人创业安居的历史 如今随着时代的发展 珊瑚石房转化成为文化旅游资源 来自外地的创业者将闲置的珊瑚石老房租下 改造成民宿接待游客 芒果树 对 还有菠萝蜜 菠萝蜜 种了不少树 那边还有黄皮果呢 你看 很漂亮 而且就是没有那么密 就像是自家院子种了几棵果树 院落中崇鸣鸟叫 果树散落院中 鲜艳的三角梅点缀其中 灰白珊瑚石房被错拥在一片绿色之中 一派古朴的田园情调 我们在这里见到了民宿的经营者吴婷 很漂亮 你的民宿 刚才江大哥已经带我们在院子里看了看了 这些树是自己种的还是原来就有 这个树都是以前就有的老树 所以是把原来的当地居民老院子改造了一下 对 吴婷是四川成都人 2015年他来到维州岛旅游 淳朴的村落 种满果树的小院 和半部的珊瑚石房子深深地吸引了他 于是他从成都辞职来到了维州岛 租下了两栋残破的珊瑚石老房 把它改造成的维州岛上第一家珊瑚石房民宿 这个珊瑚石老房我们的整个的结构都没有改过 就只是把这个瓦顶把它换成混击土顶的 这样结构会安全一些 旁边还不过 对对对 这就是珊瑚石的 这还是老墙面了 其实大体的框架没有变 墙体没有变 格局没有变 整体给人的这种珊瑚石的房子的感觉也没有变 大学时学习建筑专业的吴婷 对于建筑有着自己的理解 他认为珊瑚石老房代表了维州岛的建筑风格 青褐色的珊瑚石砖有着年代传承的厚重感 在保留老房原有结构的基础上 吴婷也进行了更移居的现代化改造 在维州岛 像吴婷家这样的珊瑚石民宿还有很多家 他们大都将原建筑的珊瑚石保留下来 用各自的风格延续着维州岛的特色与魅力 维州岛是中国最年轻的火山岛 曾经的火山喷发 给这个小岛带来了奇特的火山景观 在海岸线延岸也形成了神奇的海石地貌 清晨我们跟随广西地震局的聂冠军博士 一起来到了位于维州岛东海岸的五彩滩 在晨光中欣赏这个特殊的火山地质景观 这个颜色真的是太美了 今天这个日出时间大概就是6点01分左右 刚刚日出 没想到还没有看到云海 先看到了人海 这么多人来看日出 每天都是这么多人 非常有名的景点 对 五彩它是非常有名的 看日出非常漂亮 那这个地质方面是很特别吗 因为我们维州岛它是一个火山岛屿 火山岩它的矿物质非常丰富 比如说有白色的石鹰 有黑色的玄武岩 还有绿色的橄榄石 还有灰色的灰石 还有一些红色的黏土 它们混在一起就会呈现出五颜六色的这种颜色 尤其是在我们的海面 还有这个朝霞相互硬托之下 更加呈现出缤纷多彩的颜色 朝阳的照应下 这片长达1.5公里的海石平台上 青台与海水相互辉影 五彩斑斓 五彩潭因此得名 大自然在这座岛上 留下众多鬼斧神工的地质景观 曾经火山喷发造就了这座海岛 如今岛上的生活 处处可见火山的痕迹 无论是独特的珊瑚石房 还是岛上的迷人风光 它们都得益于火山的塑造和滋养 蓬莱阁里最八仙 登海上仙阁游人间仙境 从宋朝由海事神楼 登周海事的名字以来 这个地方已是中国出现海事最多的地方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 我家那片海 碧海蓝天 风光如画 正在播出 山东三千多公里的海岸线上 焦东半岛的岸线尤为曲折 岛屿非常多 因此风光也格外秀美 地处焦东半岛最东段的微寒 海岸线全长985.9公里 北 东 南三缅濒临黄海 与辽东半岛南北相对 这里的海水十分清澈 蓝天白雨下 整个城市看起来精致而田径 左侧是风乱起伏的群山 而右侧是碧波浩瀚的大海 一半山一半海是微海海岸线 独特的景致 依托着这样的自然景观 微海打造了一条千里山海 自驾旅游公路全长 1001公里 绕微海整整一圈 这条路一半穿山越岭 一半临海而行 没有所谓的起点和终点 它就像猪恋一般 串联起了微海 90%以上的旅游资源 千里山海自驾公路 分为主线和支线 主线长501公里 由三马鼠公里环海路 176公里环山路构成 串联起东部三面海岸 以及环翠区的离口山 文灯市的昆渝山 圣经山 以及汝山市的巨渝山 等十余处景区景点 也是我们本次的主要路线 从猫头山出发 我们第一站前往纳湘海 我们所行驶的这一段环海路 全程都是蜿蜒的海岸线 如一条墨色的飘带 穿梭于山海之间 不停的弯道和坡路 为驾驶增添了很多趣味 耳边伴着轻快明朗的音乐 窗外一度景色不停变换 但是终与大海同行 即将到达戎城市 视野变得更加开阔 路边绵延的沙滩 一眼望不到尽头 远处生腾的雾气 将山海封隔 逐风踏浪 逃生阵阵 随处可见的风车 标志着我们抵达了目的地 千里山海自驾公路 全线途经了46个镇街 400多个特色乡村 和194处民宿 为了给自驾的游客提供更多便利 公路沿选建造了很多配套设施 位于纳江海附近的小五队暴海驿站 是沿途景色最美的一段 35辆固定式房车环列海岸 一边是1.2公里的金色海滩 一边是独具特色的白色大风车 犹如纸身童话世界 一家来自江苏许州的自驾游客 正要入住海边的房车营地 感觉这个房车里面的 这个配套的设备还是很完善的 这个主卧很漂亮 是 我就看中它这个玻璃了 然后晚上能看个星星 看到了吗 一走进来 像这一个主卧呢 会有一个很大的弧形的玻璃 正对的就是大海 所以可以想象一下 在这个主卧的床上躺着 在夜里抬头可以看见星辰 远处呢又可以望见大海 那之前呢有来过这吗 没有 然后我们一直路过这 然后看到这个房车挺好看的 想来体验一下 是开车路过这 对对 然后看到这有这个房车 很容易见到的 很容易看到这个房车 睡在心情下 醒在晨光中 整海听潮 让人望去了一天的旅途疲惫 静静享受着这片蔚蓝 带来的惬意与浪漫 除此之外 在山东的海岸线上 有一座叫蓬莱的小城 被誉为人间仙境 它位于焦东半岛北端 濒临渤海和黄海 蓬莱风光无限好 仙格回眸更壮观 很多人来蓬莱 就是为了一睹大名鼎鼎的蓬莱阁 它与藤王阁 黄鹤楼和月亮楼 并称为中国四大名楼 而且是其中唯一一座 建在海边的楼阁 我们现在来到这儿 我有一个特别大的感受 到了海边以后 已经快接近正午了 雾气却大了起来 山不再高有先则明 到了蓬莱阁 没有想到海雾上来了 其实也就是在雾气当中 来观赏这个蓬莱阁 是很有意境的一件事情 这个蓬莱阁能看到 它是建在一个绝壁之上的 那个蓬莱阁的山是红色的 所以叫丹亚山 那么丹亚山它的北面 全部是悬崖峭壁 蓬莱阁就是建在悬崖峭壁之上 而且碳出六米多 那么建在悬崖峭壁上的 千年的古建筑在我国的南方和北方的 海岸线上都是极为少见 它的后边看出以后 你往下一看 下面是悬崖 鸟从悬崖上飞来 那么加上海雾缭绕 确实有先进之感 山巅微楼以蓬莱 水阔封长此快灾 我们到来时 蓬莱阁正在进行整修 从空中俯瞰丹亚山 蓬莱阁的地势一目了然 云雾缭绕间 宛若一座云中仙阁 蓬莱阁近于宋家游六年 即公元1061年 至今已经有近千年的历史 蓬莱阁景区是一个古建筑群物 由三清点 铝祖殿 贴后宫等 多个瓷庙殿堂组成 它是一个两层的建筑 当时建设它的时候一层二层的功能分别是什么 就是共游人游览了 所以您说在宋代的时候 建设蓬莱阁就是共游人游览 当时这就是一个旅游圣地了 没错 那个时候宋词就有蓬莱阁 都是很多文日默客会在这留下对它的歌颂 对 蓬莱阁是一座二层楼阁 高15米 座北朝南 为双层木结构建筑 站在楼下看蓬莱阁 眼前的这座楼阁似乎没有什么特别之处 但当我们登上二楼 站在明朗上举目远眺 无限风光尽收眼底 远处烟波浩渺的碧海 令人心晃神怡 因为我们今天这个天气 这边的景色有一些不同了 看远处那个地方浮起来的 一个连绵的起伏线 像不像海市蜃楼 我们刚上来的时候以为那个就是 但其实那是 插脑 实际上真正出现海市的时候 就是那么是长岛向东的海面 出现了不停的岛子 岛子在不断的变化当中 突然岛子中间又驶来一条大船 或者岛子上边显示出高大的建筑 不断变化当中 这就是海市 是 其实它就是云雾 然后光影打造出来的一种现象 很奇怪 从宋朝由海市蜃楼 登州海市的名字以来 这个地方已知是中国出现海市最多的地方 那么1988年出现最长的时间呢 是近五个小时 那次呢我亲眼所见 哇 当时这是什么场景 它呢是 这半个多小时出现一个岛子 那个地方呢 半个多小时又出现了船 一条船 甚至两条船 三闪发亮 慢慢的船在变淡 以后就消失 真幸运 其实很多生活在蓬莱的人可能几十年来也难得见一次这个海市 一生当中见到一两次海市都是比较幸运的 蓬莱阁居高临下 是观赏海市蜃楼的绝佳场所 蓬莱 濒临横海和渤海 地势低 水气充盈 每当春夏以及夏秋之交 水温和气温相差较大 物体反射的光 经大气折射后形成幻象 也就是人们所说的海市蜃楼 奇象叠线 飘渺南侧的景象令人心醉神秘 除了海市蜃楼 八仙过海的传说也让蓬莱阁蒙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 这儿就是这个八仙过海的八仙了 传说有一天八仙云游到蓬莱阁上 在这个地方就畅怀通云 喝醉了酒了以后 就有的神仙提出 我们都是神仙不是凡人 能不能飘扬过海 结果凭着各自的宝气 踏步而去飘扬过海 在蓬莱阁景区的东北角 有一座普照楼又叫灯塔 它始建于1868年 曾是夜间行船导航用的灯塔 由于楼体承重有限 这座灯塔从未对外开放 经过提前申请 我们登上了普照楼 我们上来的这个灯塔 是目前国内保留中国人建的最早的灯塔 这个灯塔是个外来品 是西方技术的传入 中国人在山东沿海建的最早的灯塔 之一就彭莱阁的灯塔保留到现在 彭莱是在山东半岛的最底端 它这个地方是邓州港 是我国的四大孤港之一 我们经过的彭莱水城邓州港 就是那个时代 从唐朝保留到现在 距今有1300多年的历史 我们知道灯州港非常的有名 它也是古代丝绸之路的 这个北方航线的一个点 对 唐朝神龙三年 也就是公元707年 这个地方设灯州以后 就成为山东半岛的政治经济文化 甚至是外交中心 当时日本的浅唐室 朝鲜半岛的浅唐室 都是在彭莱这个地方登陆 从这儿到达了我们当时的唐都城 如今 邓州港 舟船飞缩 商室交属的圣景虽已不在 但那段历史 却深深地印刻在这所城市中 今来海上升高望 不到彭莱不是仙 彭莱的海边飘渺梦幻 神秘莫测 古人对彭莱仙境的向往 就这样在传说故事里 世代相传 经久不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想为你渴望一体 我盛满心中的腹帆 起舞在你雨的秋夕 我家那片海 风吹日出生在你的海里 快乐的我和自在的雨 现在不生气 你是海 你是我家的记忆 我爱你 你懂我所有的奔心 你曾经再次分别 也将再次同居 我全都相遇 我全都相遇 好容风和雨 我们再次相拥 也将再次相拥 也将再次相拥 我良宁 我全都相拥 我全都相拥 我自由 逼我渴望一 我渴望一 我leton 我渴望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